鮮嫩海蠻放入湯鍋 白洗肉質 讓人看了好想嘗一口 不過陶客們想吃 可要小心或從口入 大陸廣東從今年9月以來 就頻頻傳出有民眾 因為食用野生海蠻中毒 最近就連香港也傳出案例 經醫生診斷後證實是雪卡毒惹禍 雪卡毒比河豚毒素強100倍 如果毒素含量高 只要200克的有毒魚肉 就足以致命 而除了海蠻民眾愛吃的石斑 和蘇梅魚等 喜歡在珊瑚礁觅食的海魚 也很容易累積雪卡毒 就是相對來說大的魚 它的含毒素量比較大 我們吃盡量就是說 1.5公斤以下的這種魚 吃的時候也要注意就是說 魚頭像內臟之類 這種含量比較高 所以就是我們盡量把它去除 不吃這些東西 雪卡毒經過高溫烹調 也不會分解 而魚到底有沒有雪卡毒 從外觀上幾乎也無法分辨 目前醫學界針對雪卡毒 沒有研發出相應解藥 只能提醒民眾料理時 多加注意避開頭部內臟 小心為妙 記者唐全報導